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聊一聊主演之一的龚俊 山河令的包裹出了剧情和浮华道出彩 光不可梦的还有主演的演技和表现力 龚俊在剧中饰演的是温克行 看这样的画面 你以为他的人说是个温文尔雅 毫无无力之的偏偏公子吗 那就大错特错了朋友们 他饰演的是鬼谷谷主恶霸头头 杀人不眨眼的那种 在谷里对待下属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不是在发疯就是在发疯的路上 温克行这个角色呢 其实就是个画牢 而龚俊的颜值和演技也冲出了这个人设 虽然嘴贱 但是丝毫不觉得油腻 而且呢我们觉得 龚俊在这部剧中 也算是做到了一人分饰两绝的效果了 跟周子舒和阿湘在一起的时候 调皮又欠揍 但是面对敌人和鬼谷的小鬼们 又切成了受人无尽的模式 例如盖帮追杀张成岭 他看到周子舒和成岭平安离去 强者的降维打击感扑面而来 真的前一秒还在嬉皮笑脸 下一秒纷纷都叫你做人 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穿剧变脸式演技 在间接导致安吉四贤惨死 面对周子舒的责问后 陆海时的委屈与愤懒 情绪层层低进 也让人很有代入感 在鬼谷开会时 作为鬼谷孤主 气场两米八 看到属下重鬼搅乱江湖 笑里藏刀说出一句论功行赏 大小鬼们吓到不敢讲话 拍摄打戏 实际拍摄没有替身 可谓行云流水 可以说从言谈举止 到人物内心刻画 功绪不仅仅是做到了 多层次演绎温克行这个角色 而是更懂得这个人物的内心 与其悲苦喜乐的全部情绪 眼神的把握也恰到好处 然而你们万万没想到 戏里戏外 功俊都是宣传小能手 将自己带入温克行的角色内 花式营业 山河令开播之后 他的微博背景和自动回复 一直都在随着巨型的发展而改变 戏内自己的小跟班 互相遇到了曹公子 被调感自己的白菜被猪拱了 于是功俊的背景成了猪拱白菜 温克行和周子书闹矛盾 功俊的自动回复是 心情不好 别惹我 我很凶 崔公没成功 龚俊来问你 不加更别生气 我祝你发财 这种级别的营业 真的是其他爱的 麻烦也进来学一下吧 据说当初山河令拍的时候 龚俊和张哲瀚都不是预选演员 而是临时拉来救场的 那咱们先来说点题外话 剧组当时真的不仅没钱请流量 甚至拍摄的时候 也是处处省钱 比如这场堪比 二月红前来求要的大鱼 居然是等真雨来拍的 很难想象 剧组居然没有人工降雨 而是一大群演员 坐登老天爷降雨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 穷到只剩下时间了吗 还有英雄大会的画面 简直就是复制粘贴 连连看呢 然而我万万没想到 剧组居然贴了一个这脾气的纸片人 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血雨腥风 纸片人连汗毛都不动一下 真的想说一句 老哥文 其实从二月底到现在 龚俊的粉丝从八百多万 涨到现在破一千万 哇 宝藏男孩 终于被大家看到了 龚俊是1992年11月29日 出生的四川成都人 毕业后 龚俊不走寻常路 选择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成为另外三个小伙伴的老板 2015年 龚俊因为出演古装网剧 刀剑缭乱 而正式踏入演艺圈 时候拍了很多部剧 但是依旧是个让人叫不出名字的 十八线男演员 之前龚俊也上过快乐大本音 平均是张88分钟的节目 却仅仅被提及46秒 去年龚俊和刘仁鱼 主演了《至我们》系列的第三部 也就是《至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说实话 我们也是那部剧才知道龚俊的 当时选男主看起来 就让人感觉很舒服 因为演的人设 是高冷学霸的一种设定 所以演技方面嘛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感染力 后来跟周宇童的 从结婚开始恋爱 才开始有了一点人气 龚俊前前后后拍了十二部戏 但是都没有到大火的程度 其实当初演完《至我们》之后 龚俊这边也是推出了单人写真 虽然写真售价很低 只有六块钱 但是只有十八个人阅读过 对比那种顶流爱豆写真出手 卖都抢不到的程度来说 真的就是胡到心疼 所以龚俊的梦想就是 赚钱搞事业 他的手机课永远只有两个字 发财 当时作为十八线小演员的龚俊 真的把精打细算 大写在公屏上 而更搞笑的是 他在小红书上分享面膜 第三贵的面膜排重要戏份才恢复 第二贵的面膜只有出席重要活动才会用 而最贵的面膜 一片面膜就五六百块钱 直接舍不得用 两年了 五片面膜还没有用完 被工作人员吐槽已经快过期了 最后得出金句 给的钱多我就用贵面膜 去韩国买手店 衣服很好看 但是太贵了 所以龚俊只买了帽子 其余的准备问代购 能省就省的原因是 龚俊在老家成都买了房 目前仍在还贷款中 还有呢就是钱 在成都呢 也买了房 虽然这个韦巴还没机关 我现在也是个房贷人 算是有房了吧 再来看看这个换算天才 虽然没钱 但是的朋友倒是不抠的 我看四千多吧 但是不是我买的 我觉得太贵了 是朋友送我的 但是你说呢 朋友送你的 你到他的身份的时候 到他的身份的时候 肯定会送去更多对吧 你总能比这个便宜是吧 所以换算过来 还是我买的 不愧是你啊 俊俊子娱乐圈 精打戏散 第一人 不仅如此 连眼的角色 都是那么的节俭 四处一欢 都是好菜 把抠门进行到底 阿絮 我点了一桌子好菜 龚俊也面算到自己会三番两字 因为穷 被送上热搜 忍不住微博吐槽 给他留点面子 很多人都表示 他为什么能那么糊 还那么快乐 简直就是欢乐喜剧人 但是遇到龚俊唱歌 还是想劝大家一句 快逃 就连搭戏的周宇通 都忍不住吐槽的程度 当时要录这个ost的时候 就是他本来说不唱了 后来听说我要唱 他就坚持要唱 然后我就劝他 我说龚俊啊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一首歌 不能承担两个唱歌都难听的 两个唱歌都难听的 微粉丝现唱爱你呜呼 结果唱成爱你呜呼 还唱上热搜成功出圈 我好喜欢你呜呼 爱你呜呼 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结果这首成名曲 北安徽呜呼文旅给注意上了 直接把现场图片 弄成旅游宣传 那老家四川文旅可不服了 于是开始了正面battle 让两个城市出来巧人的 成明星界第一人 不仅如此 龚俊还是第一个 把机场走出菜市场感觉的一人 说到这里呢 龚俊给人的感觉 就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快乐 他的快乐好简单呐 很容易让人也跟着开心 所以希望他能够在开心一夜的同时 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吧 好了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 加打开小铃铛哟 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他们也收获快乐吧 那叨叨狗狗 就下期影片再见了 拜拜